大家好,我是陈明珠,来自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市。 目前在辽宁师范大学都说是, 在大连的日子里,我最喜欢居的地方就是俄罗斯芬青节一代。 阳光灿烂的日子,我又来和他约会了。 知道画里的建筑是哪里吗? 2022年,我到大连的第一年,一个偶然的棋会, 我走进这条五彩斑斓的俄罗斯风情街, 整条街充满着浓厚的俄罗斯风情, 而我的视线被眼前的这座建筑所生生吸引。 这个艺术馆的外观,让我回想起家乡伊尔库茨克的建筑风情。 我放肤闯遇了时空,置身于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文化的教会点。 第一次看到它,就特地想把它画下来。 你看一对小巧玲珑的白色简顶老虹窗, 好像是正在和你对视的一双顽皮的小眼睛。 而下方正中纳上红装立面的拱炫窗口, 此时又化身成了小女孩撒脚石崛起的口鼻。 这下,一忍不住,又被她逗笑了。 这座建筑真的是一种艺术作品, 一看见它,就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。 每当我踏入这座建筑, 都仿佛能感受到它历史的增淀和建筑文化。 馆内不定期举办各种艺术展, 此刻它们正在举办的就是辽阔而孤独的航城 统正纲2024艺术展。 这也是我经常打卡的多力之一。 大林艺术展览馆是一座充满故事和魅力的宝藏地。 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大林,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独特建筑。 我相信这一定会是难忘而有趣的旅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